你不需要多完美 你不需要多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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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紅層看見明日流轉 將壁的座位 是你抓緊我 往前去長 Heart 插摩內心加安全和身防 我拍寫在你的眼睛里 你被寫在我的歌裡面唱歌 我們被寫在彼此心裡 你唱歌你要幹嘛 我就是要一路聊天聊到11點 然後說拜拜 就這樣就到這裡 他在傳達一個意念 就是說不管高的 矮的 胖的 瘦的都好 那就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喜歡我們自己的樣子 這是誰的樣子 你們都有看到嗎 好喜歡這個樣子 好喜歡你這個樣子 這是誰的樣子 看得清楚嗎 阿福可以把它放大一點嗎 看不太清楚 沒有 可以嗎 可以幫我放大一點嗎 這個是聲控的 那個觸控的 對 可以轉一下嗎 阿福轉轉看 因為阿福滑倒了 整個轉很快 轉到這邊了 看到了嗎 即便是那個時候 我都是非常喜歡我自己的 欸什麼意思 你這個沒有不好啊 什麼 為什麼要貶低過去的自己呢 沒有 因為以前人家都會說 阿你太胖了 你看想小胖子 你現在也不瘦啊 對 但但我一直以來都很開心 沒事 你看小蕙這樣也活得很好 有八段戀情 是不是 不要再講啊 本來這張照片 旁邊還有很多食物的盒子 對 他還請設計師把它Key掉 對 其實這地上啊 草地上都還有一些便當盒啊 什麼 很多飲料啊 對 關鍵是 你為什麼要拿出這張照片呢 對啊 對啊 你要幹嘛 這張照片是什麼 這張照片就是我們 你不需要多完美的 數位單曲封面 對 monいたい 你不需要多完美 你不需要多精拉 你不需要多孔 你不需要多方位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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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在討論這一刻的時候 我們想了又想要怎麼呈現這一刻 決定還是用 我們還是只能用音樂 用一首歌來詮釋我們想要說的 跟大家珍惜的那一刻 那這一首歌呢 我們其實很想要表現出 它不管走過了二十年 我們還是最珍惜 大家跟我們心中 最樸實無華的那一份情感 然後我覺得 我自己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跟曉薇說 其實我本來聽他唱的demo的時候 想說這個歌就是一個很 怎麼講 很生活的一首歌 但是我唱的時候卻突然覺得 自己在很迷惘 很害怕 很憂鬱的時候被這首歌鼓勵到 因為好像在告訴我本人 沒關係 你不用擔心循環 你不需要多完美 你只要好好的順著自己的內心 去面對你們就好了 所以謝謝他寫出了這麼棒的一首歌 謝謝香港 謝謝你們 晚安 謝謝你 淚光閃閃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